首先有一个问题关于信靠神 就是儿子为何读不到英文学校 我想说每一个人是他与神的关系和他付出的代价 他的生命会怎么样 神没有说你信耶稣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会好 而是说哪个人听神话亲近神也都会发挥生命 他的生命就会发挥出来 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赚他回来 但一定有人的努力 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会亲近他 遵从他 追求认识他也都在我们的责任上进责的时候 神就会凡事祝福了 就是当我们爱神亲近神的时候 而是否信耶稣的人的家人一定就会蒙福呢 他是可以有多些机会听到耶稣 如果他肯听话他就会蒙福的 但如果他不是他本身没有跟从神 他未必得到神的祝福的 而且信耶稣都不一定得到祝福的 为什么呢 他信耶稣但是他不听话他又吵架 他又发猛症 他又伤害人 他不会得到祝福的 就是我们明白圣经说祝福呢 都是说到我们怎样亲近他遵从他 我就是每个星期要回教会 就是说自己又回教堂了 每个礼拜就回了 但是儿子不听话 那怎样呢 教我儿子 我 他儿子都需要回教堂认识神 并且跟从神 我们都明白了一点就是说 每一个人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来的 就是你是怎样的生命 你的儿子是另一个生命 神没有说到你爱神呢 你的儿子就会祝福的 所以他一定是 他都要亲近神 所以我们有责任呢 去照顾他的儿子 带领他信耶稣 跟从耶稣 还有我会这样说的 我经常都讲神的祝福 是神真的很祝福我的生命 那我信耶稣 我是很感激神 那我感激神呢 那神就做事了 那我经常都强调神做事了 然后我就很有动力传福 我就不怕的 那些人拒绝了 拒绝了 我是一点都不怕 那这个是我付出的代价 我亦都学习过 我学习怎样传福 怎样圣经 我又初信 我已经整天看圣经 背圣经 记圣经 思想圣经 那有毁身的 那譬如我学什么呢 我读神学 我不是这样坐着听 他未教我 我已经看证神学说什么 是不是圣经这样说 我会一直这样分辨的 是 我真的用时间 我还有呢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很多神学呢 我会整本圣经去查 那时候呢 还未有圣经工具 我就已经用什么呢 用 圣经类编 一本书来的 每一个经节呢 只是写少少字而已 那我逐句逐句去查的 那的时候呢 当我们听神话 我不是说 个个都要这样做 神先祝福你 你爱神 亲近神呢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但你个儿子是另一个生命 那你就是 所以你的见证 影响他 我幽默 我觉得 那 个儿子不听话 那我父母 怎样承担 怎样可以倚靠神呢 那要点是这样 如果个儿子不听话 跟着你日烦恼呢 那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 为什么呢 你就很难从神得力了 就算我儿子不听话 我都依然平安 我就有机会影响到他 你有机会影响他 他肯听话的时候 他的生命会改变 但是如果你 你帮他 但是他不肯听话的时候呢 依然没有人帮到他的 每一个人 必定是他跟神的个人关系 和他怎样付出他的生命 他每一样东西 他付出他的生命 他才能够 得到神的祝福 不是我们赚取回来 但我们一定跟神有关系 我们跟人遵从神 所以在父母来说 我们怎样呢 我们尽了责任就放手 还有我们帮人信耶稣是一样的 我们有些人帮人信耶稣 帮他都不信 帮他都不改 我们不可以背着的 如果我背着 我会很重的 哎呀 阿玛水 他来了这么久 都不爱主 哎呀 又不祈祷 又犯罪 又烦恼 那我怎么办 我如果这样 我受不了 我们没有人能够 担当别人的担子 只有耶稣能够 所以我只能够做的 我尽力帮他 但我帮他 我就轻松 那就是神 神欢喜我做的 但我不背着他 他做得不好 那我就 哇 哎呀 算了 算了 我不是这样 我都继续帮 其实有谁在我们当中 仍然是软弱的 我有可以 我都会跟他谈 去帮助 这样呢 这就是我尽我的责任 但我帮的时候 我不会担着他 改不改变的责任 我希望他改变 我真的很想他改变 但他不改变的时候 我们都要放手 父母都要放手 你越放手 可能你有机会 改变到他 你不放手 有时候懵吐 你就改变不了 还有你自己都受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